本年是保抵予的故鄉 一空一千年的台湾定規修出在本年基盤 保抵予的文化當然是不可以欠款 所以本年管政府特別跟批立保抵予來合作 做了兩層八米館的保抵予會中相當有起序 管長立正用特別帶領團隊成功來看會中的進度 管長才有信心 表示說這就是今年台湾定規最最受歡迎的會中一件 請大家的國家記憶 維德要典現時空一千年臺灣定規則是 批立保抵予合作 共同製作後兩層官有八米的保抵予會中 管長立正用特別臣工程有了解會中的製作進度 已經連臺灣燈會在雲林 內容非常非常的精彩 尤其我們有好幾大亮點 除了這個主燈造型以及公開亮相之外 我們這個特有的布袋戲的精神 我們要安排了一個偶戲春秋 這麼一個燈組 這個燈組可以說是 臺灣燈會有史以來的最大最大的一個亮點 今年是布袋戲的高雄 因此台湾定規修處的婚禮基盤 管夫也希望透過這兩層大型的布袋戲會中 讓遊家了解婚禮 加以婚禮 我們結合了在地布袋戲的這個特有的藝術 跟當地我們的霹靂國際集團 給他們的這個指導 所以我們這個偶戲春秋呢 有兩尊巨大的這個布袋 一個是素環針 一個是羅猴 高度達到八米高 那麼這個兩尊這個布袋呢 它不只是一個鏡子的展示 它同時是可以移動的 利用機械的這個原理呢 它可以移動 除了移動之外呢 同時還帶入這個劇情 這兩尊布袋戲其中一尊是素環針 素環針在19800年開始出現 是佩地布袋戲裡面的第一人主角 對他們來說是天王級的角色 冠型 冠型 冠仙 王如 軍部 雪春天 老中 金書 走滿館 中國 軍部 冠冰軍 這是一件非常高難度的一個技術 我想在台灣它也是第一次 我是聽這個製作的人講說 它是第一次能夠讓這個 具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兩尊布袋戲中沒有館 台面又放一些機關的造作 相信你的台灣頂回來賓 中國是上次的歡迎會議頂級 呼您新聞 蔡陽報道